这其实很震撼你看 它有各种各样的数据 这个控制中心有啥用呢 你看我们每年会出一本 所谓的叫白皮书 就是说我们一年里面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 我们学到了什么 白皮书就会推荐 说我们现在要改变我们的做法 比如说我们这个 要减轻影视里面的盐的含量 或者是等等等等 对 这是癫痫的是吧 对 都是这个2020年版的 一年出一本 做医生最高水平 叫改变指南 我发明的东西最后给全中国 甚至改变全世界的人的指南 改变指南是医生的最大成就 这就可以说改善了人类社会了 对 就是每一个行业有不同的 这个评判的标准 好像我们做科学呢 就是你发表的论文 引用量 引用量引用了多少 然后再引用了多一点的话 就大家编了一个公认的东西 就能够进入教科书 教科书说你说你做的工作可以 对吧 然后有时候教科书也是错的 以后被人修改了 错了也重要 对 科学里面有很多是这样的 而且我说为了否定你 然后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 那比如说像您写的论文 包括一块研究 它都是要在一个非常细的一个分类里面 到后来是您什么时候对脑科书的大感觉 慢慢更清晰起来 对整个大脑的运转发生更强的一个兴趣 这个转变是怎么慢慢的 转变是2003年以后 2003年发现了人的这个BDF的基因的这个变异 然后呢就突然一下 被很多我原来根本不在的那个领域里面邀请去 就是今天是精神分裂的那个领域 明天是抑郁症的领域叫进去 后天是什么老年痴呆的领域叫进去 那个时候才是广起来 其实我自己也挺enjoy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就是说我不断的在学习新的东西 而且这个给了我一个生活的一个opportunity 因为经常会有欧洲哪个国家瑞士的什么人请你去 一会儿就意大利这个什么什么会 本来其实从穷学生到穷教授也没那么多的那个到处旅行的 到处这个东西 所以呢拓展了我对其他地方的文化历史的这个了解 对吧 包括您以前提过 因为这个这个BDF这个事情 你说中国人的这个是M什么型 M型的比较多一点 比较多 比较多一点 相对比较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 不说明什么问题 只是说这个总系的差异吧 就是M型呢 它BDF释放的量少一点 因为BDF对这个突出 对学习记忆很重要 所以你释放少一点 你的那个记忆就差一点 这在科学研究中算很政治不正确的推进吗 如果这么研究 当年的优生学不就这样的飞进吗 但是这个不算 这个不算 因为一个基因的变异之所以能够存在到今天 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自身的优势 M型BDF的人 他的记忆稍微差一点 有可能他对坏的事情记忆也不好 所以不太容易得抑郁症 就类似这样的那个 所以就是说你说你跟我不一样 并不是说你比我好 我比你差 而是你有的东西我没有 我有的东西你没有 这就是事实 对吧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 所以这个研究 大家还是非常认可的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研究的时候很有趣 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人的研究 各种各样有趣的这个问题 Mais Lindberg 我不是做了一个BDF上面有变异吗 他说我去找MMO里面有变异的人 找到了以后呢 他就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拿那个卡通 在电脑上面那个卡通 拿一把刀 蹦一下 沾下去以后 蹦血飙出来了 人就死掉了 这一般人呢 就炸 狠一点的人炸两刀 但有的人就 会继续沾下去 他当然这只是一个实验 他还有别的实验 最后就发表了一篇论文 就是说有些人 他就是这个残忍 他有基因的这个基础 就是说我就说最终我们可以通过生物学的方式来解释这些 因为过去是 现在只是beginning 我觉得这个解释 从我那篇文章是第一次 就是基因是可以决定你大脑认知的好坏 因为过去 其实这个是一个political incorrect 人都是平等的 人家都是一样的 你是一个挺对挺社会接受不了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就是过去大家都觉得你没证据啊 你凭啥说有的人比另外一个人聪明啊 或者凭啥说 那我们第一次提供了genetic evidence 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你会担心打开了一个危险的潘多拉盒子吗 或这种 yes or no 就是说我觉得人总要面对这个事情 但这个只是一部分 就是说的基因的差异 你还有你的experience不一样 就是说我要clone我自己 现在理论上讲是可能的 我把一个皮细胞拿出来 变成干细胞 然后我就clone clone出来的人跟我一模一样 但你没有我的memory啊 你没有我的这个experience啊 所以这个memory is what defines you 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的时候胆子挺小的 我也挺下的 不太愿意跟人家这个交往啊 什么东西的 那是因为环境不断的reinforce 大脑的某一步被激活 被激发出来 生长新的细胞 倒不一定生长新的细胞 生长新的突出 突出 对 这个是大脑神奇的地方 它会长的 你读过那个书Hirari 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它说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 就是它早产 早产的原因是人站起来了 站起来这个母亲她hold不住 所以她就早产了 所以那个十月怀胎 其实应该怀很长的时间了 那么人一早产了以后 他大脑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他就expose给周围的环境 那么他就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这个发育 这个叫plasticity 就是它就是来mold your brain 那么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学说 叫做critical period 就是你在大脑在这一个段时间里面 关键时刻 关键时段 关键时段非常容易被塑造 这是哪段时间呢 每一个大脑的区域 critical period还不一样 这个区域发 这个是最晚的 其实女孩子要到22岁 大脑的前个月才发育以前 那男孩子发育更早 for some reason 男孩子发育比那个女孩子起步晚 但她那个发育完成是比那个要早一点 所以你就看到女孩子受这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都有精神状况 她可能更脆弱 对 你就发现女孩子会有这个 更多的这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 而造成了她的这个精神状况 这种状况的问题 我一开始就研究就是发育神经科学 这是特别fascinating的一个学科 就是说你可以mold一个人的brain by different experience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多早期教育的基础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在早期教育 让你来学数学啊 学语言啊 它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有些做的就过分了 但是呢大脑发育是一个一回事 我们叫development 另外还有一回事叫做plus sticity 就是说你即使你成年呢 嗯 你的大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塑的 嗯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好的方面来 来influence它 它就说你就变得能力更强啊 这个抗压能力啊 这个分析能力啊更强哈 这个是可塑性的一部分 但也有坏的一部分 就是说我酒精啊 或者是abuse什么substance啊 或者是坏的习惯啊 或者是这个就成瘾啊 就把你朝这个另外一个方向 天天喝酒了 哈哈哈哈 从我来 我也经常喝酒 但是我也经常喝酒 这就是相当于给您的大脑做了切片 嗯 这个叫勾 那这上面这个叫回啊 那你这个勾呢就特别深 他别 大家不多这样 哈哈哈哈 勾回越深 说明暴露的皮层面积越大 就爱因斯塔 那个非常非常的那个 就是玩一些聪明的什么 就是你的大脑多动脑筋的话 你的技术比别人多一点 然后这是我们的脑室 很多水啊 对脑解循环本身就是做营养 同时也带走一些垃圾 有害物质的垃圾 然后呢这边呢是这个涅叶对吧 涅叶叶叶叶对 对海马旁徽钩啊 这是一套体系 一套体系和记忆是相关的 中脑脑桥严随 控制你的生命全在这里 呼吸啊血压调控啊 那真是一个神奇的宇宙啊 在里面 对 你看这就是您的静脉 嗯 哦也漂亮 有像水墨画 对对对 这个基本上就等同于解构级别 好神秘啊 这弄打印出来不就一个当代艺术作品吗 对这个挺好看的 对 后面那个也挺好看的 看动脑 看动脑 哇是这个样子的 我的天 为什么动脉 它不是一根直直的动脉 马上就冲上去 而且一个很多 我们有一个很多一个红西部 就是九曲式吧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进化呢 就是因为血液并不是一个持续的供血过程 它是一个波动性的供血过程 它这种冲击式的这种工血脑组织是长时间是受不了的 所以通过进化一个红西部九转十八弯就把整个压力就卸掉了 这个进化要花了多少年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头指什么都有 对都有 主要是让你的在脑子里面的血压比较恒定 对 就好像一个眼睛蛇 对 确实我们是红核和黑纸 如果得了那个扒金森的患者 我们那个黑纸是脱湿的 你看不到这个 萎缩了大概百分之五十这个样子 对 对 对 我是不是浪费了医疗性 这个是专门是做研究用的 关键不能为医学提供自己的贡献 太正常了 谢谢 没有问题 谢谢你 脑子稍微有一点点萎缩 你也有事 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你也有这边 萎缩是怎么回事 心中很恐怖 年纪大了都稍微有一点点 对吧 到了七八十岁脑子萎缩的很小了 对 对 河腿 这是一个 就我已经开始就摔脆漆了 没事啊 十岁脑子 对 噩耗 但是构会很深 所以你的这个潜力很大 你的这个脑子还可以用 这太会给人了 我缓一下 缓一下缓一下 休息休息 对 喝点水 让我们就回到原点 对对对 比如七八年 你看上学的时候 嗯 当时国内对于这种 生活学研究啊各种 它是什么一个状态 当在当时 七八年的时候 啊 因为你之前提过 你听到一个周教授的 那个讲课吗 周少池 对对对 当时有一个非常 他的演讲讲的的确是不错 他说这个是一个 last frontier 嗯 你是用你自己的脑子来研究脑子 听起来很悖论的 对对对 一个悖论嘛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用一个脑子 来研究另外一个脑子 对吧 或者是用 或者研究自己的脑子 嗯 然后周老师呢 是一个苏联留学回来的 不愿意接触人的人 哦 他那个时候是做兔子的听觉实验 嗯 他有一个声音 咚一下 咚一下 然后你在脑子里面有个地方 会寄到一个咚一下电位 咚一下电位 他就可以寄到这个电位 所以我们就看到很神秘 嗯 后来我就鼓起勇气 给他写了一个信 嗯 我说我对那个脑科学 特别什么什么有兴趣 哎 他正给我回信了 嗯 他说要打好基础 多学好问啊 然后呢 我就打定了注意 我一定要到他的实验室 去做毕业设计 那个时候我就基本上决定了 我要做Neuroscience 那时候有一个 做一个科学家的某种自觉吗 未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就有这么一个road model吗 或者是有一些朦胧的 但其实做科学家是很晚的事 觉得 嗯 我当时说老师 我因为第一次高考没考上 嗯 所以我就想要要有一个safety net 就是找一个师范大学 然后再学一个生物 觉得这个好像比较冷门 怎么能考上 因为当时是为了 这么想的 对啊 当时是为了要生存啊 因为我是在下乡的时候 对吧 下乡的时候很艰苦的 嗯 当时呢 我们在一个五四农场 就是在凤贤的那个海边 到处都是芦苇哈 嗯 它要在芦苇的这个 盐碱地里面 把它改造成 可以种庄甲的那个 那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当时呢 就是说 叫做 宁可做的干硬化 嗯 不让海滩长芦花 海滩 它就用 就用我们挖河 它给你 弄两立方土 你知道两立方土是什么 就这么 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 两立方土 好几吨种 嗯 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包产到户了 嗯 你自己挖 挖了以后 你自己挑 挑了以后 你到上面去 把这个土给弄上去 嗯 这个大概 斜坡大概200公尺 300公尺 这个样子 啊 178岁的小孩子啊 你挑了这个担子 大概200斤重吧 一步一滑 一步一滑 有时候就咯咯咯 滑到了原点 再重新来过啊 嗯 他就包给你说 哎 两立方 这个 呵呵呵 你干吧 就在这个情况下 哎 突然说 你可以高考了 嗯 哇 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那你 就只要能进 哎 不管了 知道吗 那种动力是逃生的这种动力 就是拼死老命 嗯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来学习 第一年是报哪 没考上 第一年是我们上海机械学院 嗯 我觉得一开始我也挺高兴 让我去体检了 那说明你分数过关了 对吧 结果后来 那个 说 就是说我家里面不过关 嗯 所以呢就被刷下来了 所以第二年呢就更要 这样考的好一点才行 考我其实也没考的特别好 但是我那个靠语文和考政治的分数特别高 嘿嘿 后来就是靠这个语文和政治把我拉上去 嗯 所以那个时候读书是拼命学习 不是我一个人的整个这个就是大家非常愿意学习 等于被耽误的十年要补 当时其实是分配的 也不知道读书好有啥用 嗯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还要学的更多 因为觉得这个来不来之不易啊 嗯 所以当时呢我就跟几个学习比较好的人说 咱这个到物理系去学什么电子学啊 到化学系去学什么量子化学啊 当时也半听不懂了 但是我们就后来就碰到这个周老师 哦 这就让我第一次接触了电生理 你扎一个电极到脑子里面去 嗯 可以寄到这个那个电位哈 It's very fascinating 那么然后呢就专门是学了这个什么巴夫罗夫的那个东西 就课外就读了很多这个 Neuroscience的书 当时那些学校都可以看到Science什么Nature都没问题 嗯 我们想办法吧 它它是有镜给教师可以看 那我们想办法sneak in 我们就 当时是不是意识到这个差距就已经很非常大 哎对 非常大 当时我记得我们 不是有这么四大导师啊 什么这个 未来重书啊 对走向未来重书 对 然后我们当时读的那个给我们影响比较大的也就是这种走向未来 嗯 美国的学校是怎么样的 有文化是怎么样的 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哇有一个复旦来的一个一个老师 就是跟我们讲这个美国的rock'n'roll 我的天呐 这是黑牙牙的一片啊 他一边放那个什么Kenny Rogers啊什么的 就哎呀我觉得这个简直是 啊 惊为天籁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当时是拥抱文学也好 艺术也好 一切一切 因为整个社会气氛是个特别这个昂扬那个社会气氛 对对对对对 而且是想跨过现在的这种不幸 赶紧到奔向未来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想出国 嗯 想要拥抱新的文化 嗯 呃 当年是首先是邓小斌说要恢复高考 后来邓小斌说要把人送出去到国外去留学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响应就李正道 李正道 就说哎 我们要做一个叫Caspia Program 每年挑100个人送到美国去 嗯 那这个是影响力太大了 到现在你知道中国的物理在全世界什么情况吗 嗯 超过一半是中国人 等于这个奖学金起了很很大 对一个是杨振宁的这个 杨先生的这个典范的这个鼓舞 对对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Program 嗯 到了83年 吴瑞先生说哎 你可以搞一个物理的 那我可以搞一个生物生物的 嗯 因为你知道我这个是不被老师看好 是 他肯定不会选到我 肯定不会选到我 后来就慢慢更开放了嘛 就是在震荡一大批 大家都在那里考 Compete 我就来弄一个自费留学 嗯 这里面全球华人生命科学家 基本上都在这张照片里面 超过一半的 嗯 是这个Program里面的人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出国了 对 然后呢 后来很多人都回国了 对 其实像一个怎么说新大陆的历险记 生命科学啊 大脑 这种上去旅冒险 就中国人这个群体里面的 对对对 这个人也挺有意思 这对夫妇呢 是最早进入中国做投资的 但是呢 他最后的兴趣是在脑 嗯 然后呢 他有一次呢 本来是想要把我recurge到MIT去的 后来他说干脆这样吧 他说我的 我赚的钱 绝大部分是中国来的 嗯 我觉得我应该 回馈中国 就后来就是这个消息就走漏了嘛 后来就是北大也来 清华也来 来争这个 但是呢 呃 他不幸 呃 大概两两三年前 去世了 好像 嗯 去世了以后 他就把他的骨灰 埋在我们门口 啊 真的 他把骨灰分成四份 一份在MIT 在我们这边 一份在北大 嗯 还有一份在这个北四大 他给了三个 那个 全是关于脑研究 脑科学研究的 都是都是马格文研究所 对 呃 他有几个特别着迷的地方 一个叫perception 嗯 就感觉到知觉 他说这个是怎么回事 对吧 嗯 然后呢 还有 他说人是怎么做决定的 decision making 他当时是讲了一个 人跟人之间的打仗 他说有什么仇恨 嗯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觉得很很很 很 fascinating 嗯 他觉得赚钱不那么重要 嗯 重要是赚了钱以后 能够帮助人类能够有这个 对吧 对自我的认识 对真是 他认为对自我的认识 其实就是对大脑的认识 嗯 你这帮我做多久了 我看看有2016年到现在 蛮长的时间 蛮长的时间 哎 然后这边这个照片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快要回国的时候 嗯 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 就给我送礼物嘛 哎 我一打开是这个东西 就这个 这个是一个俯瞰 嗯 啊 就是我们这个 NIH的整个这个一个 俯瞰图 俯瞰图 工作生活就是在这一块 这一块里呢 生活了 呃 14年 我在这种生活了 那个工作生活了14年 记忆 所以是最珍贵的礼物啊 记忆 就是所以我就一直一直留着 其实很多签名的人后来也逐渐逐渐回国了 嗯 我是那个时候是第一个嘛 当时那个就就回国了 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挺感慨的看到 嗯 对 嗯 好 我们去走走呗 那咱们 你不要带我去新华走走吗 哎 好 没事 纽约给你的记忆是不是很深的 非常深 那种巨大的差距带来那种焦虑感强吗 你那时候去美国 不仅生活水平方面有巨大的差距 然后包括科学本身 你用的这个焦虑哈 这个是几个层面 嗯 第一个焦虑是生存 嗯 我们是中国第一批 所谓的叫智废留学 嗯 我当时想要申请加拿大 因为加拿大有有亲切有朋友哈 嗯 然后呢 当时呢就出了一本special的一个 science有一篇special issue 就刚刚分子生物学进入neuralscience very exciting 那就请了 大概12个科学家 每个人写一篇 当时饶意 他说 不行 你要去申请美国 我们就在这里面找 每个人一个 对 我就选了那个人叫Aaron Black 我就写了长长的一封 一个月以后厚厚的一个envelope 嗯 上面写的China Shanghai Bailo 这样能找到了 就找到了 就就就就就就寄到我的手 这个太神奇了 其实就是没什么人跟国外联络 对对对 就就很容易找到你这样的人 嗯 他说我给你搞了一个tuation scholarship 他说你就来吧 嗯 哎 我当时就读错了 我觉得我有scholarship 我就想我就去不要干活 刚才到了第一天 人家告诉你说 没钱的 我只是不要你交学费而已 嗯 平常我要给你钱啊 我已经给你搞了ture show 我对你已经很 我一下子就笑了 说说一个老师是这样子的 不客气 哈哈哈哈 我一下子就觉得 哦 那咋整呐 咱得打工啊 对吧 第一份工是哪个 各种各样的 就是我记得印象深刻的是一个什么功能 你们想都没想到的 美国过去发会议的通知 嗯 是一封一封邮寄的 上面呢 有一个东西是金属的 嗯 你要把它这个拎起来 中间有个孔 再把它翻开来 对吧 你假如说 弄一个两个无所谓 你要用一千个 把你的手的血都搞出来 嗯 你要做的吗 钱不给别人赚去了吗 就穷弄啊弄 弄了以后 就那个手的指甲里面血都出来了 嗯 后来我们就一个韩国的女生 比我高级节 她说图书馆有打工了 嗯 那我就去申请 她说 跟我讲两句 因为我听都听不懂 所以呢 人家就不要我 我就跟她死磨 这个是跟 关系到深层嘛 我就跟她死磨 后来她说 那你就这样吧 你就做最后一工 就是在快要关门的时候 拿那个麦克风说 the library will be closed in five minutes 然后呢 我就穷练 练了人家听不懂 人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到了第三天还是第四天 嗯 有一个美国学生跑来跟我讲 哦 Your English is much improved 太可爱了 对啊 但这段时间很短 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教授 他需要一个实验室的技术员 这个国外还是跟我们这个有关的 他也挺generous的 所以呢 我就基本上解决了生活问题 那个最开心的 比如在纽约最开心的记忆是什么 解决生机问题了 我在Cornel毕业以后 就有点不想要离开纽约 这是very enriched的一个environment 所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导师 他说啊 你不想离开纽约那简单 我给你五个人 你去选 其中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讲 2000年德诺贝尔奖的那个Paul Maringa 另外一个是Cornel毕业也是特别出名的一个人 两个都要我哈 我工作反正是很努力的 是我们实验室可能是最努力的一个 然后呢 过了一阵子 Paul Greengaard 他就跟我打电话 他说你来不来没所谓哈 但是我可不可以用你的名字 因为我们的Granton 有一部分是要做细胞培养神经元哈 他说我们不会 但是呢把你的名字放上去呢 人家就觉得有一个专家 哎我想我哪一天变成了世界专家了 所以就是就为他 有confidence 对对对 就是因为他这个东西 我后来就决定要到他那边去 他对你很重 这个是这个人很真的好厉害啊 对对对对 他就是这种人家叫charisma 那就是charming 那我就去他那边 去到他那边呢 我才知道哦 原来我那个实验室阿拉伯 我原来以为我这个实验室最好的 去了他那边 天外有天 山外有山哈 他那个实验室 好大一个五十多个post 当然他那个学生跟老师的关系也是非常融洽的 有很多很多这个social的 不像我们现在老师上完课 其实更像那样学术共同体 感觉强 对对对对 所以你就可以跟各种各样的人 尽管他很厉害 但你也可以approach他 没问题啊 我就感受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文化 就是你你突然感到什么叫贵族 特别 就是那些教授啊 那就是贵族 就是他不是那种我并有钱哈 那他当然也有钱 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叫Jerry Edmonds 他那个小提琴拉到可以在New York Philharmonic 但是他觉得我这做science 就是类似这样的人 一大堆不是一两个 一大堆都是这种人 而且很多人是欧洲来的 他自己带了钱的 他带了grant过来了 再有 会有那种 我觉得这种胶着吗 因为那个世界你看到 你也很喜欢 你很欣赏那个世界 但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那个世界一部分 因为那是从小的一个成长 是是是是 会有这种outsider的那种胶着吗 倒不是outsider的胶着 我觉得是有一种proving myself 动力变成个动力 对就是我就想我就是要证明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be one of them one of you one of you 这个其实对我在那个我这个那年 那几年在post到的里面是其实不好的 嗯 我我没有意识到 我每次准备的非常充分 就是我们在开Live Meeting的时候 但每次轮到我的时候 我都讲的非常好 嗯 就是数据有多对吧 然后呢 这个 有点过度努力 对 过度努力 就是一定要证明自己 嗯 我是一个这个跟你们一样啊 从这个record上面啊 是比他们做的好 哎我发文章 他们没发文章 人家有四年五年七年都有 嗯 那我只有三年 我就毕业了 我就走了 嗯 那后面的academic的路很顺 但是呢 我觉得其中有一段有一段是缺乏的 就是你你老是想要证明自己 嗯 老是想要证明自己 其实不是一个好事 嗯 对 比如说我问您 比如说大脑中的记忆是海马亭的一块掌管吗 那为什么说比如痛苦的记忆其实更时间更长 嗯 欢乐记忆其实很短暂的反而 这个记忆其实是一个非常fascinating的一个领域哈 就是从这个文化层面或者从这个philosophical的这个层面 记忆是define who you are 是 而且不仅define一个人也define整个社会 对对对对 你选的什么记忆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研究的一个热点 嗯 它的溢出呢就进入了这个所谓情绪 嗯 后来发现这个LTP这个机制啊 不光是在记忆在海马这个里面起作用 嗯 还在这个性人体管情绪的 嗯 还在这个里面起作用 连那个细胞分子的机制都是一样的 嗯 而且这两个东西还有相通 所以 呃 你可能自己有这个experience 嗯 凡是你有感情投入的东西 嗯 记得特别老 对对吧 对 特别是你有痛苦啊 有失恋啊 有这个嗷嗷嗷嗷 这个你记得 你把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对吧 嗯